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盘工室门外 有一只猫咪正等待新内阁的到来 它是捕鼠大臣拉里 由卡梅伦时期至今入驻唐宁街13年多 见证5度易主 可看是英国的老臣子 拉里是一只雄性的灰白相间的虎斑猫 生于2007年 为协助解决唐宁街当时的鼠患 它由2011年起被卡梅伦带到唐宁街10号 担任捕鼠大臣一职 英国媒体戏称 在十多年的政治动荡中 拉里或许是英国唯一的稳定象征 他的政治生涯比前五任首相 包括卡梅伦 特雷沙梅 约翰逊 特拉斯及苏纳克更长寿 斯塔莫5号就任首相 拉里将首次和工党同事一起工作